神雕隐藏最深的反派 打得杨过放声大哭 就连郭靖也死于他的掌下 有人认为忽必烈是神雕侠侣中隐藏最深的反派 他亲眼目睹了蒙哥 被杨过用飞石打死 也亲眼目睹了蒙古大军被郭靖率兵赶回了大漠 不过随着杨过退隐 忽必烈力逼莫马了13年 卷土重来 最后兵临城下 踏平了襄阳城 但一种解读之法非常有趣 神雕时代还有一位反派 比呼必烈隐藏的更深 此人曾打的杨过放声大哭 后又杀了郭靖 那时杨过在嘉兴 偶遇了追击李莫愁的郭靖和黄荣 得知杨过乃杨康之子 郭靖欣喜若狂 他当即将杨过连同武士兄弟一起带到了桃花岛 准备将一生所学 倾囊相授 哪只黄荣武士兄弟不断抬挤杨过 杨过在桃花岛待了大半年 连郭靖的一招办事都没有学会 还在阴差阳错之下 施展蛤蟆弓打伤了武修文 郭靖只能将杨过送到钟南山拜师学艺 却不知杨过拜了一个道貌黯然的一关禽兽为师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赵志靖 赵志靖枉为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 是一个心胸狭窄 阴狠毒辣之人 他对郭靖上山时击败全真教众人之士耿耿于怀 将满腔怒火发泄到了少年杨过身上 将其折磨得体无完肤 生不如死 此时的杨过只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少年 却隔三差五被赵志靖虐待 杨过忍受不住 只能趁机逃去了古墓 从而邂逅了古墓派的孙婆婆 最终拜了小龙女为师 另一边的赵志靖 趁着蒙古人围剿全真教之时 叛变投敌 不仅替蒙古达子卖命 连他的几位师叔都差点被他害死 而且根据原著留下来的设定来看 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赵志靖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原来赵志靖见情况不妙 逃到了后殿中的大钟之下 直到周国通放出御风 赵志靖仍不愿出来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但见钻入中底的御风越来越多 剧中之内又有多大空隙 赵志靖身上沾满蜜浆 一举手一摇头 都碰到御风 身上已不知给刺了几百针 众人初时还听到他狂呼惨叫 过了片刻 终于寄然无声 不知是否中毒过多 死活难治 认真看过 金庸全集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喜欢在书中埋下伏笔 尤其是反派角色 这些反派角色 若没有真真切切地死在主角眼前 他日必然会卷土重来 好比赵志靖 他虽然被御风刺得体无完肤 却误打误撞 练成了一门极其阴毒的武功 为日后击杀郭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翻开后续之作 以天屠龙记 我们会看到这么一段原文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带赶去 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师不及 郭靖之所以被金庸写死 是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之中 忽必烈的确率领大军 攻破了襄阳城 可金庸笔下的郭靖武功 出神入化 加之郭靖又熟读武目遗书多年 行军打仗之法 早就烂输于凶 如此强者 该如何用一个武侠故事 去讲述郭靖之死 答案或许很简单 襄阳城出了叛徒 此人将粮草位置 以及步兵情况 151时的告诉给了忽必烈 还打开城门 李英外河 攻了郭靖一个措手不及 郭靖本就父辈受敌 属于一个极其被动的局面 便在此时 又有一位高手 跃上城墙 与郭靖打的天昏地暗 此人正是赵志敬 原来赵志敬当年在大中之下 被御风毁了戎 也身中剧毒 可赵志敬极其狡猾 他趁着全真妻子 与杨过动手之时 悄悄爬出大中 就此隐没于山林之中 赵志敬身中风毒 却因祸得福 练成了一门 极其阴毒的武功 全民神掌 至此 赵志敬改名唤姓为百损道人 他一路向北去了蒙古的大漠 成了忽必烈的座上课 13年后 忽必烈带着赵志敬等几位顶尖高手 扑向了襄阳城 忽必烈排兵布阵 攻城掠债 而赵志敬则为了报仇 与郭靖大打出手 赵志敬连同其他诸多高手 最终击杀了郭靖 但郭靖重伤之下 一掌打在了赵志敬的胸前 当时打得赵志敬肋骨断裂 弃绝而亡 不曾想 赵志敬虽死 他留下来的玄冥神掌 却造就了另外两位魔头 他们正是贺比翁和陆丈克两位反派 这样一来 郭靖为何会死在襄阳城 以及百损道人 为何突然死去等谜团 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只可惜金庸早早封闭 否则将这一段剧情铺开来写 恐怕又是一部 荡气回肠的武侠剧作了